外表 83 second time 立 fortunately I'm feeling kind of good about this 很少op äh 還挺開心喔 我没有任何的鬥志了 I feel very stuck I feel the luckiest person ever 心情 没有看 错 這一切情緒都在我 24歲生日的24小時之內爆發 作為一個EN FJ 農人 雙鱼座 普通人的情绪曲线可能是这样的 我就是天选的情绪过山车 如何驯服内心的情绪小怪兽 也成为了我的必修课 刚起床但是我好感动 因为我一起床就看到 WIV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会是翻楼的水壶吧 我真的是翻楼的水壶 我一边插一边和大家讲讲 我这几天的状态为什么插吧 很高级的那种透着蓝 透着灰的质感 我的排项目的人跟我说 可以上的一个项目 和他需要每周都去一个 基本上鸟不拉屎的 费城的一个小镇出差 离费城最大机场 也要开车1.5小时 我就整个人彻底逼溃了 我不想离开我的安乐窝 我跟人家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出差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 今天一定要防止自己再次烂掉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能在生日这天烂掉 为了让我的心情好一点 我打算出门去一家咖啡馆 回到了这个我很失望的Blue Bottle 一切看似都如此平静 我看书和朋友包电话粥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 我刚看了一下我去这个地方的机票 我的单程就要至少8个小时搭地 也就是说我一周得花至少15个小时在路上 这合理吗 这朋友们我真的好难过 我真的不想上那个client study 但是他硬要让我上 我真的觉得好无助 就是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的工作 and what should I do about it and today is my birthday 我已经24岁了 但是我却感觉我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斗志了 我觉得我最好的年华 最好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停在了我的大学 感觉像一首好拍大的稀烂 那一刻我真正感觉坠入谷底了 但打工人在谷底也得 今天是我崩溃我的第一天 也是我staff到这个项目上的第一天 所以我还得远程给他们工作 这时的第一步是使用一些情绪特效药 药的种类得因人而异 我这个人就是消费主义狂魔 只要我花了钱我一定是会开心 嗨朋友们我刚回家 走到一个bagel店买了个bagel 又买了一杯咖啡 那就是开心了许多 现在我打算看一下我这个项目的一些背景资料 除了消费主义 另一个家中常备要是 时隔两天 对我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两天 终于要回归到健身房了 虽然说心情仍然没有太好 但是做出一些小的正确的决定 是心情回到正规的第一步 加油吧 今天为了foodgym请罪 第二步 理解情绪的黑核 我通常笼统的把坏情绪理解为名为难过的黑核 大脑的预测模型就容易用过激反应去应对 但如果提高情绪的力度 就能对症下药 我崩溃的第一个子情绪是不确定性 一个这个公司内部研究又有一个客户的项目 但是我特别想上那个内部研究的项目 我没有跟他说我不想出差 我只是说我对主题更加感兴趣 我的负责review的老板 他就说啊 但我还是推荐你去那个客户项目呢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客户项目不多 他说的也都对 但我仍然没有办法完全被说服 这时候应该用确定性来结束内好 我开始订tickets 黑核里的第二个小怪物是悔恨 这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我一直没有很努力的自己去reach out 悔恨没有做好职场社交 解决方案是 我杨汉三真的回归了 因为我周五要去办公室了 我今天穿的也很好看 所以就给我增加了一些去office的动力 like this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是要穿成这样去上班 朋友们我愿称之为一个character growth moment 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管是什么样的可能转瞬即逝的好情绪 都要抓住它 如果不抓住它的话 我的人生有很多坏情绪在等着我 biggest joke on me 我的这个卡它显示non-active了 看来我真是很久没有来过公司了 天呐朋友们我变了 我现在觉得来办公室真香了 因为这个大屏幕 我看着也不腰疼了也不眼疼了 wow i can really see myself coming into office more often now when you have your personal flight assistant And you always helping me getting my flight tickets I've been booking non-refundable tickets all the way and it's against policy so apparently I can get my flight tickets and also I can get first pass s I'm flying to the east coast 下班喽 然后我想说一下今天就是许走不来办公室的感想 首先我觉得意识到了我就是一个需要的同事在身边围绕的艺人 能和同事聊天真的就让我开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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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Daniel 就是刚刚出现的这个Trouble Assistant 他就特别会安慰人 我们这次的review就是就还挺焦虑的 他安慰的说你看你之前那个项目做的也是有很多ownership 而且你做的也很棒 我就很被鼓舞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情绪特别特别浓烈 但是又特别特别短暂 就我可能前五分钟我还特别难过 他跟我说了一通 我就马上好起来了 我打算之后尽量能周周来吧 因为我真的能得到特别多的情绪价值 崩溃中的最后一个子情绪是恐惧 这个人最怕的就是浪费时间和没有进步 which sounds exactly like a卷王 但比如说我之前其实对这个case最怕的就是要travel 然后其实travel 我最怕的就是那么长的point ride和car ride I will be wasting time on them 我在这些上面精神状态会比较差 然后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如果我真正内心怕的是浪费时间和不进步 那我就应该特别珍惜时间 然后尽量多的去吸取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 and then I will feel good 在提高情绪力度之后 这个黑盒的算法本身也可以被校准 因为大脑的预测模型基于过往经历和情境依赖 根据过往经历 我的大脑预测我是 我的爸爸妈妈永远会给我兜底的那个大学生 为了校准模型 我 看到一些人和我有类似的情况 上了三个月项目又下了三个月项目 评论区都说你快要被辞退了 我就突然之间超急怕 我的脑子开始一连串的幻想 我可能会被辞退 如果我真的被辞退了 我就没有钱了 我没有钱了 我就没有办法住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甚至可能得回国 但是回国的话我就要996 我甚至会996工作都找不到 因为现在找工作才很难 它突然让我有了一种更高的欲望来战胜 我不想工作的欲望 就是我想挣钱 当新的欲望出现 大脑也产出了对未来新的预测 现在有点想分割出一个工作人格 它会接受住我性格中特别overachiever 特别太配 特别competitive的方面 这个人格和我真实的人格以及生活人格完全分割 生活人格呢就是我现在的本性吧 比较chill 会关注一些没有什么那么大效益的东西 现在我拿到了我情绪的真实得分 接下来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压力做好预算协调 今天貌似没有其他要做的活了 因为我才刚onboard这个项目 于是呢我就打算出门买下咖啡 因为我的咖啡喝完了 and this is the outfit today 今天穿的就比较像一个小男孩 即时享乐 一件我大的人生philosophy的一个update 该享乐的时候就享乐 然后不要去想 有多么痛苦的未来在等待着我 天呐朋友们 i feel the luckiest person ever 就是我刚刚去follow买咖啡嘛 然后我其实只买了这包 然后买了这包之后呢 他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正好要brew一下这包 我说哦好呀那就试试吧 然后一边是黑一边跟我聊天 跟他聊得也很开心 我发现他们那边有一包 就是the hippo 我就问他哦这包能不能买呀 他说这包你就直接拿走吧 反正是我们subscription的人多出来的 然后我说真的吗 就是养费给我吗 他说养啊 然后我就哦 今天就是一个好日子 即时和朋友相聚 嗨 我们很感兴趣 他们给了多少茶袋 就是点了一个茶 但是有那么多 是不是technically这些都可以拿回家呢 趁着周末把崩溃的生日补过一遍 这件呢原本买来就是一个生日战群的概念 天哪铁铁门好迷 和这个黄蜂衣 天造地设的衣 和这个白皮衣 城里打工小姨 还可以搭这件 好了咱们身体内部的时尚语委员会 经历了一个五分钟的深思处理决定 就请你做必须拿下 太好看了 咱们继续感激大家 用这个新水机给我带来的好心情 冲纸状去 太阳公公继续出来 刚练完 今天解决了一下我抓纸状的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去买Andy Town 其实主要动因是Andy Town 给我生日发了个五块钱off 我没有想到你会有生日式计划 谢谢 生日式计划 真实的点评一下这一杯 我觉得很普通 你这杯怎么样 太难喝 Andy Town 拉姐 人家准备一场公园里的生日野餐 I could see ice cream acquired OK 一切基本准备就绪 特种宾室出门了 我们每个人都拿了大宝小宝 向Alta Plaza进发 黄黄等待大家到台 放一首乌云快走开 因为你们看远处 求求了 别来 别找我麻烦 第一位来宾 尊贵的Michelle女士 空中飞人 她竟然还带着她的行李箱 真的太感人了 二号guest 你们都好准时 我好开心 因为冰淇淋要化了 我已经迟到了 你为什么在躲避我的镜头 欢迎 欢迎 三号准时的嘉宾 哇 我已经能感到点热 就算真的立马就下了大雨 我们还是 take ti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stone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OK I'm happy finish 刚回到家 然后呢 我现在打算拆个礼物 来自shelly的puzzle piece Visa from each 咖啡豆 from笑笑 puffing spoon 哦 你猜对了 哇 昨天江米仙送给我们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绿叶的后面 我的朋友们带给我的快乐 远不止某个礼物 某个下午 或是某餐晚饭 想分享一下 我今天练得超开心 就是我觉得这开心 是源自于昨天的社交 因为我之前 在听《综统四海》的时候 他说最能够给人家 来持续经历的一个来源 就是高质量的社交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尤其true 因为我是一个艺人 然后我就觉得那种快乐的情绪 一直持续到今天 快乐的这个东西 是像悲伤一样 是能够温雪球的 就是它能够spiral 然后我就觉得我 变年很开心 然后我现在就更开心 然后叫我要剪Vlog 我就更更开心 我昨天说 我不是很高兴 在说朋友们 但我想说 很多人说 在学校后 你没有很多好朋友 但这对我来说 我今年这年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你们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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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produce了我的朋友圈小作文 我认输了 我发现了 我不是我想象中的吗 能够把理想中的自我东西 全都执行出来的那样的人 我比之前更加情绪化 更多烦恼 更少的自控力 但我觉得这是我接近 更加真实的自我 其实今天这个夕阳又很好看 我觉得真的好美啊 谢谢